大菩萨他自己得度了 他没有执着 他没执着他度众生的时候 度众生的时候他没有失忆的时候 他所行的三道 就是六十五聚落 在六个聚落里头他不会犯的 他把这些看成假的空的没有的 这是他的善根善因 因此他历化一些众生的时候 他救度一切 跟他有缘的 无缘的呢 他是度不了 没缘的没法跟他接近不了 说佛门 广大 难度 无缘之人 你跟他一点的善缘没有 他度不了你 因为你跟他不接触 怎么能度到你 这里头还有个因缘 因缘 因是什么 就性空 性体是空的 缘是著成 就是缘起住法 所有一切四法 有形有相的 有缘语 有说的 全叫缘起 性空呢 是没有言语的 不是用言语 所能表达出来的 要性空 所以 佛所说的一切法 归纳起四个字 缘起 性空 缘起是四间一些像 四间一些法 四间一些法 它的本体 是没有的 四间法是幻化的 无泡 水泡一样的 像影子 咱们要想再造两百年前的事 没有了 两百年前的事物 还有 那时候的人 那时候的人的所有做的事 都没有了 过去没有了 未来呢 未来还没来呢 也没有 现在呢 现在不做 也没有 没有就是空点 说三四皆空 但是这个道理啊 就比较的深入一些 要想达到这种道理 你平常就修 灌 灌 灌什么 经常看着一些事物 事物的变化 事物的成长 人世的变迁 你在这里找找 哪个真的 哪个是不变的 你在这里找吧 找着真的了 找着不变的了 只有你 佛有的所说的法 的法性 佛所说的法 法是变化的 佛一些说法 也是 像过船一样 过了 喝了 船没有用 说佛说的 金刚经常说 只我说法 如法御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佛所说的一法 是对着的 对着一切的 眼无法 四间法 连佛所说的法 也都是入患抛影 常识这样 这样观 这就是观音源 观散乐道 观音源 观散乐道 咱们是 食散道 食散道 是对着食乐 乐尽 三生 散音 就是六度万恒 其实 牧师把它当着 过河的船 法子 说过了河了 船法子都没有用 这叫散音 因为这个音 能救度一些众生苦难 看见众生苦难 生着菩萨的大慈悲心 这就叫缘 缘 有这个因缘了 才能够 度一些众生 我们没有用 并不疼